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22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实作教学答疑 好张医师我们现在就开始 老师这是马来西亚一个乳癌患者的提问 他今年是60岁 他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现乳癌的肿瘤 当时是像核桃一样不痛不痒 他都有上网看关于原始点乳癌的视频 他是没有人按推 那么他是一开始他就按推换处 那么他处体上他用人工手肘 然后他喝的是用姜粉泡的姜水 然后只有喝一两杯 温敷呢只有两个小时 一直到2021年 有人指导他说喝的太少 他就改成40到50克一天 温敷两个小时 那个时候的乳癌还没有爆开 体力也很好 然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 8月爆开 爆开的时候就开始出血 还有组织液 他用姜汤清洗伤口 然后他还有撒薄薄的姜粉 伤口旁边他放姜粉泥敷 背部呢也放姜粉泥 当时的情况他是每天四五次 这样涂姜泥操作 但是组织液不停的流 有异味 出血也很多 很累 想休息 那么休息了以后呢 他体力又恢复了 他每天吃红参十多片 然后干姜片 晒太阳 做上背部的运动 还有甩手 但是他的肿瘤好像是整粒 从里面这样整个跑出来 好像要脱落的感觉 那么在期间他是流很多血 流完以后呢 就脸色苍白 也比较累 想睡觉 但肿瘤呢就变软了 那他变软他就很开心 他也曾经在两年前 有问过张医师 我记得那时候张医师也有告诉他 不可以撒姜粉 然后现在呢是2024年8月 他说他身体的状况很好 也没有体力不佳 那他现在周围都没有痛点 然后他用姜粉泥去按推周围 之前有一点痛点 但是后来按久了 就都没有痛点 他每天都有吃姜粉泥 然后每个礼拜YouTube的新视频他都有看 然后有讲什么新方法 他都会跟着去照着做 那他都是没有人说明 都是他自己通过视频学习的 现在偶尔呢 他还是会有 组织液流出来 然后肿瘤旁边的乳房呢 都是软的 已经三年多了 两年前他那时候是 喷血水很多 隔两三天就喷一次 每次大概 一百到两百磨的血水 幸好就是两三个月以后就停止 就没有流那么多的血水 那家里的人建议他做化疗 但是他是选择原始点 也坚持到最后 现在他先生呢 也学了原始点 也帮他按推 那以前的痛点 有慢慢减少 他都用甩手运动啊 做家务 像正常人一样 他每天也都很努力的 用姜粉泥在搓融 但是呢 就是不脱落 那现在是想 请问张医师 是不是这个肿瘤 只是一个状 不需要在意 但是他是想让他脱落 因为这样子 就比较方便做家务 但是他就是不脱落 好像就是有觉得有一条筋 拉着那个外皮这样吊着 但是乳房周围又没有硬块了 那他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看待这一块肿瘤 请老师答疑 从2020年那时候 他就有硬块 当时如果以硬块来讲 是最容易处理的 因为不痛不痒体力也好 这时候重点是在按推 那按推 这个硬块 也就是肿瘤 周围一定有痛点 不可能不痛不痒 会有硬块 我做这么久 也没有发现过说硬块没有痛点 一定有 所以重点在 你要用我们手的工具去按推 但自己有时候按的 那个力道不易掌控 刚开始最好还是请 比较有经验 来帮你找痛点 这样会比较好 那他刚开始 他处体伤是用人工手肘 其实 如果以癌肿瘤来讲 那个你要处理癌肿瘤 他必属患处体伤 这一句话一定要记得 他跟壮的组织受损一样 必属患处体伤 那他处体伤要不要推 可以推 那只是可以帮助而已 那真正要解决癌肿瘤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要按推患处 然后患处的癌肿瘤 硬结肿块 其实是很容易找 他不用在什么上面啊 上下左右啊 好像还找不到 不用 他就是在肿瘤周围 就是这一圈的根部 你只要顶进去 力道稍微用一点力 就可以把整圈找一遍 那一般都可以找到痛点 但如刚刚我讲的是比较大 是从根部 那如果硬结肿块小小的 你就从小小的周围 也可以找到痛点 那只要把痛点解开 那个肿就是按推 那硬结肿块 有时候你刚开始比较大力的时候 他那个硬结肿块 或肿瘤 他会肿脏疼痛 刚开始前几天 甚至红肿也有可能 但过了就没有了 然后就会慢慢变软 然后变软之后 他就慢慢缩小甚至消失 所以这时候的处理 其实变得很单纯 因为他体力很好嘛 属于轻症嘛 那这时候重在手法 然后热源为辅 所以根本不用考虑热源的问题 就是要喝姜粉泡姜水这一类的 其实偶尔喝一下就可以 因为你喝姜粉姜水 那个是改善体质的 但你是局部的 所以这个在处理上 尤其轻症 应该只有针对局部去处理 那热源不一定要全身改善体质 这一点也提供给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再来他经过一段时间 他这个硬结肿块 也就是肿瘤 他就开始变大 甚至破裂流出组织以来 那流出来他就会有异味啦 或出血很多很累想休息 这时候已经流完之后会累 想休息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重症 不是轻症 这时候才是要注意 就是你那个补充热能一定为优先 不能让体力越来越衰弱 那还好他休息后体力就恢复 但问题他从一个硬结肿块 到变成肿瘤那么大 甚至破裂 表示手法有问题了 也就是他以为自己可能都懂 没有什么问题 该运动也运动啦 什么喝什么内热源种种 事实上这一切都证明一点 当时候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手法 也就是手法没有精准的把体箱找出来 然后从体箱位置下手 才会导致后来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后来一系列已经知道累了 要休息了 这时候真的就要重视内热源 那红生片 石头片 干姜片 50克这个热源是绝对够的 那我还是建议啦 现在因为原始点大部分建议患者 以姜粉泥喝姜粉泥 因为不要熬煮 其实熬煮很累的 有时候都要熬煮几个小时 我都觉得对重症患者来讲 还是蛮辛苦的 所以姜粉泥是比较方便 那姜粉泥一般如果破裂是30克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讲的 姜粉泥最好还是有机 因为有机你要每天喝那么多量 有机对你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已经破裂了 这时候他的先生也有帮他按推 但是他也说不痛不痒 就如同他刚开始的硬结肿坏 也是没有找出体伤 那会长到这么大 以我的经验都有体伤啦 有体伤必有压痛点 也就是他依然的 也就是原来的错误还是一直存在着 没有去解决 但是他看到我的影片都是要怎么做 然后他都照做 他事实上照做没有做到位 就是这一句话 所以这一点看起来还蛮可惜的 那他现在已经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一定要赶紧注意 他有几个观念要注意的 就是他说当时候他有两年前有喷血啦 他每次一两百cc啦 三个月就停止 他把这个认为是幸好 好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我不认为 因为你那个组织液或血水 如果他没有把体伤按开 然后他这些血水或组织液 会积流在体内 啊积流体内就好像臭水沟 他就溢积在那里 就会有异味 然后慢慢肿瘤就会变大 其实会变大都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为什么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很多患者啊 他留组织液血液去到医院 医院都会赶紧把他止血 或是一些轻创 但这样的结果我看了很多 反而症状加重 也就回来之后肿瘤反而变大 为什么 因为你让组织液跟血液 该流出来的 你没有让他流 结果一直积在那个胸部 当然就好像臭水沟发臭 然后慢慢就会肿胀 然后肿瘤也会变大 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说有跟上 我看到这一句话 我就知道还是没有跟上 也就是他在观念上还是认为停止是好的 事实上不见得是停止是好的 那要怎么按呢 我之前也有讲过我耳后 有一个也是硬结肿化 一按破了就开始流阻织液 那我每天按也留了三四个月才好 你看那个组织液每天流 然后血液一按就会流出来 即便小小的一块都要用两三张卫生纸 所以我自己也经历过 所以但是我清楚我不怕 我不担心 所以我按每天就是 好你要留我就给你留 但是我每天按 那他该留就会流出来 这样肿瘤硬结肿块 他就慢慢变软 然后慢慢消失了 所以这一点 我希望你能了解 那另外现在这么大再按下去 如果你有找到痛点 以我的经验 还是会流出血液跟组织液来 你之前不敢面对的 将来还是要面对 所以你不让他流出来 你说要脱落很难 他积在里面 好像这个肿瘤有一些 这些组织液跟这些血液 积在那里营养他 他怎么会脱落呢 怎么会消失呢 然后你说还有一条筋 好像掉着 掉着外皮掉着 那你一定有体伤啦 那个被掉着的那种感觉 不管那个脏痛悶 甚至痒刺 这些感觉都还是有体伤 那这些体伤 如果有种掉着 你他处找找看 那种感觉不适感 他处也可以找 但我建议患处体伤一定还是要解决 只要乳房有硬快 就一定有压痛点 不可能没有的 记得我这一句话 所以你说都没有了 我真的已经知道你的手法 应该是出了很大问题 那你现在围巾之道就是 继续喝内热炎 因为当你已经破掉了 就由轻症到重症 这时候要注意 就是体力继续维持 因为你现在体力还不错 这一点是可喜可贺 就代表短期没有什么危险性 但是因为已经流血液或足 将来按推的时候 他会继续流的时候 你又会累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热源 还有锻炼体力这是对的 那按推的部分 我还是建议 找个比较 看看那个有经验的人来帮你找 一定可以找得到 那这样你就比较有方向感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赶紧找了 那这一部分可以请教 就是基金会官网 他们会看你们 你在马来西 看附近有没有人学过 基金会如果了解的话 也可以推荐给你 那这样你再做一段时间 我相信只要按推到位 然后那个组织 记得不要清洗 那用电热吹风机 把伤口吹干 保持干爽就好了 不要包扎这一类要注意 那只要懂的人 他一定会告诉你这些细节 然后按推的部分 一定要把先生带过去顺便学 因为你这个手法还是蛮重要 内肋炎还有锻炼运动 这些都是你还是要持续的 那我已经知道就是 官网应该会再看看 你如果有需要再推荐看看有没有 最近这些手法按推 乳癌的 乳癌还是有一些特 那个怎么应用手的工具 还有怎么按推 这些真的要学 那不然一般这样按 按不进去还是会出问题 这是我的建议啦 就是赶紧还是要联系 比较懂的人 那你之前我说的最主要还是手法的问题 没有锻炼好 然后痛点没有找出来 一路让肿瘤到这个田地 那这个还是要从手法下手 好 那我就建议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 老师这个是香港他们有问一个 肝癌的问题 有一段视频我们先播放一下 那再请老师给他们指导 谢谢师傅 今天我这个患者就是 35岁姓王的患者 他是第一次来我们中心 就是7月19日 那经我们跟他沟通之后 他就是确诊 在2023年12月就确诊了有肝癌 那肿瘤就大约有11.8cm 那么大的 那当时王先生的表现就是 好像很累的嘛 体力很差 走路都好像没什么力 那再跟他谈了 他就是之前呢 在5月7日至到6月 期间呢 就接受了4次标靶的药物资料 去控制那个癌肿瘤 但是这个标靶药呢 就令到他的那个胃口 的胃啊 和那个体力呢 都会变得很差 就是由他接受了标靶之后呢 就降低了体力 那这个胃呢 就是会有问题出现的 所以那个胃呢 影响到他连睡觉也睡得不好 那我们呢 就 经过这个原始点的诊断呢 就判了他 王先生是一个重病的患者 那现在呢 我们就会用热源为主 按摊为父 这样帮他处理他这个病症 那这次王先生呢 就是第五次来我们中心做治疗 那之前呢 我们已经帮他温敷了 那 我最主要呢 就是因为他睡得不好 那我最主要呢 就是会处理 按推他的头部 和上背部 那帮他解症 那跟着呢 那我们就会 用姜泥去推背脊 和推腹部 嗯 这个有一点痛 这个痛一点 嗯 那王先生的痛点呢 他主要呢 是集中在左边的上背部 哦 差不多 有成 六点的痛 是 那现在呢 我就开始 和他推腹部 推完背脊的腹部 后 因为他的肝部 在环柱都会 推一推腹部 和腹部 找一找那个 查看有没有痛点 而 而 王先生呢 因为他在那个 膽管那里 就有一个支架 所以 在这个位置 就不能太大力 压下去 了 这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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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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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他说 这点有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什么 有点 现在在两个肋骨里都有点痛点 这次来第五次 体力已经改善了八九成 睡觉改善了七成 胃口也差不多改善了八九成 体力上已经改善了很多 都是八九成左右 我现在同一个幻者的主理 请JC点评一下 老师他操作的方式 请老师点评一下 这个应该是他在分享 我觉得他整个做法都OK 第一个我的看法就是 这位35岁的患者黄先生 他在去年底却诊为肝癌 他也做过一些化疗种种的处理 那因此而体力变差 胃口也变差 还有睡不着 大概就是这几个方向 那 那永前把他诊断为重症是对的 已经就体力变差了 这个毫无疑问 那既然重症当然就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所以整个的处理非常的到位 也就是因为你背部应该也有帮他涂浆粉泥才对 然后还有腹部 那腹部也涂浆粉泥我认为做的都还蛮不错 然后你找到还有肋骨稍微上来 肋骨下沿上来一点点 那这里有一边有痛点另外一边没有 那这个你用的手法在肋骨用的手法是顽骨 顽骨也可以啊 因为这个我们在培训都有教各位就是要轻巧 以患者能忍受 所以这个你在按的时候我有看也应该还可以 患者也能承受 但是要注意如果大力用软骨押 有时候患者热骨说不定会断裂 所以热骨的地方非常脆弱一定要小心 那因为他还有睡眠的问题所以 永浅也有帮他按推头部 但头部我只看到按整骨下沿 照理应该耳后也要按 那这个才是完整的 那可能引骗他是不是结起精华 那整个的处理我觉得都很到位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建议 那患者也慢慢体力还有胃口 睡眠都恢复了八成 那代表他已经在往好的方面改善 这个患者一定要告诉他好愉快 因为他一直重视肿瘤 一般患者都是这样 比如他已经11公分了 那11公分他一直想把它控制住或变小 然后化疗之后反而付出的代价是体力变差 那以原始点的诊断 不是看肿瘤大小而是看体力 体力如果好就是改善 如果体力变差表示这个治疗是恶化 所以在西医的处理 以原始点的角度来评估 那应该是恶化 所以体力才会变差 那胃口也变差 那这个就有生命危险 反而这样才会有生命危险 至于肿瘤大小 我书本上都有写 跟症状还有生死无关 所以患者这些概念也一定要清楚 这样在配合治疗上 他才会慢慢建立正确观念还有信心 这样好的会比较快 那整个我觉得做的都蛮到位 表示香港在处理这样的患者 应该提升 也就是技术的提升 已经蛮多的 那在应付上也比较就是有自信 很好 谢谢老师 老师那个肝癌患者 刚刚有想要请教老师两个问题 他说因为他说肝肿瘤在体内 那表面看不到 那自己也感觉不到他的变化 他想请问张医师就原始点的方法来说 他要怎么样知道他的癌肿瘤已经消失了 还有他怎么会知道他的病是否已经医保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请教老师 他问得很好 但是我就是最担心的还是他的观念问题 第一个癌肿瘤不管是在体内或体表 他一定有痛点 也就是你一定可以找到压痛点 但很明显的在香港的时候痛点都已经找出来 那包括腹部也找背部也找都有痛点 那理论上原始点的理论就是说 你只要把痛点都按开了 那体伤都已经没有了 那个肿瘤啊他就会变软 甚至缩小甚至消失都有可能 那这样的案例还蛮多的 那你说怎么知道他肿瘤有没有变化 那你如果要问到这样 那你是不是又要去西医那里照了 是不是又要化疗了 所以从一开始原始点已经讲过 这个肿瘤是属异常形态 异常形态就是硬结 肿块 肿瘤 这些都异常形态 那一定有痛点 那痛点怎么找呢 你不可能把肚子割开 然后去里面找痛点嘛 那当然痛点它有诸内必行诸外啊 所以你那些痛点在背部 还有腹部都已经找出来 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啊 就是肿瘤它的阴就是有压痛点 也就是有体伤 那体伤都已经把你找出来 那如果阴改善了 果会不会改善一定改善啊 除非你不相信因果 就是 那我的建议是 癌肿瘤如果懂原始点的人 根本不会去再照 看癌肿瘤有没有变小 或变大 因为它肿瘤也没有症状 然后也不会死人的 这个我在书本上都写了 那你看你现在在问我的 你还是集中在肿瘤 但我告诉你 你真正会丧失生命的 不是肿瘤让你死掉 真正会让你死掉 是因为你没有体力而死掉的啊 那你现在在西医那里 你把肿瘤想要控制 结果搞到没体力 会死掉的啊 没有体力才会死啊 所以我说 没有体力才是恶化 所以当你已经好转了 你却又在找肿瘤 这个让我想到 早期就有美国一个患者 已经快挂掉了 我去美国巡违演讲 第一次去的时候 那个好像是肩皮瘤吧 那个听说很少见的 那他已经经过化疗 已经奄奄一息了 也是像黄先生这样 但比黄先生更严重 他已经完全没体力 是推着轮移进来 那推着轮移进来 我问他那你这样怎么办 他说我现在最后就是听你的啦 那你在的这几天 请你帮我处理 我也很用心帮他处理喔 然后还教他家人喔 怎么处理 处理了几天之后 我告诉各位 他真的症状都改善了 然后体力也慢慢变好 然后我巡回50天 又回到原点的时候 他已经不用推轮移进来 他自己走路进来 然后讲话又中气十足 我觉得已经安全了 不会死了 结果隔年再去巡回演讲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他已经挂了 我所以每次遇到这个 我就会感慨的万千啦 为什么 他说他告诉他的家人 我现在我张医师 已经把我的症状都解决了 我现在体力也很好 也吃了下饭 什么都恢复正常了 但是我以前西医 不让我再继续化疗 就是说我现在可能不适合治疗了 因为已经都没有体力 他已经很危险了 那时候西医已经判定我死刑了 那现在我有体力啦 我已经又活过来了 那我现在应该再去把肿瘤除掉 然后结果他就是 就是不跟 听不进家人的歉解啦 他说反正张医师已经回台湾了 现在就是我做主 结果去了 结果没有 差不多在化疗一两个月就化掉了 这是我很深刻 所以我说处理癌肿瘤 像这样的患者我见多了 就是哎还在肿瘤的大小 到底你能不能活是第一个 如果癌肿瘤不会死 你会做这些治疗吗 你如果已经清楚癌肿瘤根本跟 跟生死无关 是跟体力有关 你绝对不会问我这个 你一定会问 张医师 我现在这样体力已经比较好了 也改善了 那我应该怎么样继续保持才对 但你还是在强调癌肿瘤 我很怕香港帮你处理完了 你一定又会回去处理你的肿瘤 有没有消失我不管 但是 但是 你可能会因小失大 我只能这样欠借你 然后癌肿瘤照理论上 你看卤癌也好 我们很多影片也在讲 所有的肿瘤都一样一定有痛点 那把痛点只要把它推开了 然后热源进去了 它肿瘤是会变小 甚至消失 我也说过 体内很多 我以前也有很多患者 肺癌 结果这样处理完之后 它再去照 结果肺癌也消失了 那表示它是可以消失 它可以长出来就可以消失 但不是再去照 我不建议照 因为它本来在体内 你就不应该去处理它 或是去照出来 我早期演讲也说过 癌肿瘤是在体内 肚皮把你包装得好好 你却要看到体内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 你竟然泄露了 你就开始担心了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认为不是癌肿瘤 是你那个观念不清楚 然后还害怕癌肿瘤 如果你清楚了 对癌肿瘤根本不害怕 所以你的问题 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好 最后的建议就是 好好再去看我 那个书本上的癌肿瘤篇 看懂了 应该你就不会问我这些问题了 好 老师他接着有另外一个提问 他说癌肿瘤是属于患处止伤 那么在皮肤上按推将本明 是把热源推进去 但是生在体内的肿瘤 他却不能被按推到患处止伤 那只靠按推他处止伤 配合热源功效 会否有所不足 因如何加强 好啊照你的话 要不然把肚子拨开来 在里面揉 应该就可以按得到了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呢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你体内有一定会行 有猪内壁行肤外麻 那这个体伤一定会有 我看过很多癌症 都在体表都可以找到体伤位置 那所谓的体伤就是按下去 它可以让体内的组织器官恢复正常运作 那这样还不够吗 所以你根本现在你问的一些问题 我书本上都有写 但你现在会有很多问题 表示你根本没有看我的书 然后来 像这样的患者确实我是比较担心的 那你说这样按推会不会到达患处体伤 当然会啊 热源经由皮肤吸收 不到体内要不然到外太空去吗 它会跑到体表以外吗 不可能吗 当然就是被皮肤吸收渗透进去 那进去以后热源 它就会推动的组织器官运作 让你达到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运作 它就不会积在那里啊 啊体伤是可以修复啊 我全本整本书都在写 热源进去可以帮助体伤修复 啊怎么会没有呢 嗯所以我说 这些方法都已经用到极致了 你觉得这样不足 那怎么样才足 我就不知道了 那应该怎么加强 我刚刚已经讲 香港已经做到很到位了 也没有所谓不到位的问题 那不就已经回答你了吗 所以我的建议啦 书本上癌肿瘤那一篇一定要看 整本书最好再看一下 你如果停留在西医 你如果觉得西医的概念 是要处理癌肿瘤才对你有帮助 那就很简单啊 就再去找西不要过来了 一定要 因为这两条路是不一样的 原始点不处理癌肿瘤 但处理体伤 因为癌肿瘤是果 但原始点的讲法就很清楚 因改变了 也就是体伤改变 果一定会改变 但我刚刚已经找 就是第一个影片我已经回答你 因改变果一定会改变 那我现在在帮你处理 因你又会怀疑 是否会不足 是否还要加强 那我也不知道 你对因果是不是真的深信 信心不够是真的很难好 因为即便好了 就像我刚刚举的 那个美国那个案例一样 你一定又会去找肿瘤 然后又会去照 看它又变大又变小 放下吧 如果找原始点 我是建议你 不要再去裹上琢磨了 一定要懂得看透看破 然后放下 然后好好的把身体养好 身体本来就有自愈力修复力 你可以活到很久 就像我曾经去西雅图 有一个也是子宫癌的 那个去的时候他跟我讲 29岁他就被西医判定 只能活半年 他当老师的他就好放下 就去旅游 然后接着开始运动 然后生活改变 结果我去的时候他已经 超过快80岁了 你看29岁 然后我问他 那你肿瘤有没有再去检查 他说我根本就不去检查 已经被判死刑了 我还检查什么 然后他就快快热热的活 反而活得久 那你每天都在想你的肿瘤 哎呀 我觉得 这个放不下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好 我回答到就到这里 好 我们今天的答疑先到这里 那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下个礼拜 再请张医师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我们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我们的主题还是实作教学答疑 现在我们下个礼拜